每年的七月初七,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,乡下人的规矩,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,如洗了头,脏水流到阴间,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, 等你死后去喝,只有七月初七死的头,脏水才流向东台去,所以一到七月七,家家户户的女人都有一大半天踢头上发, 有的女人踢着头发,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,有的却像丑八怪,比如我的五叔伯伴, 她既耳小又干扁,头发掉了一大半,却用墨炭画出一个四四方方的耳角, 又把树皮式的头顶全抹黑了,洗过头以后,墨炭全没有了, 晾着半个光秃突突的头顶,只剩后脑勺一小搓头发, 飘在背上,在厨房里摇来晃去,帮我母亲做饭, 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,可是母亲乎柔柔的柔法, 却像一匹钻子似的垂在肩头,微风吹来, 一搂搂的短髮不时扶着她弹嫩的面前,她眯起眼睛, 用手背拢一下,一会儿又飘过来了, 她视镜视眼,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俏丽, 我心里在想,如果爸爸在家, 看见妈妈这一头污亮的好房, 一定会上街,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把夹夹给她, 要她戴上,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, 然后就不好意思移栽下来, 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几, 不久就会变成我半新娘的头面了。